各位早晨 欢迎各位出席2015何鸿新博士医疗拓展基金会医学研讨会 在研讨会开始之前我们先进行纪念品攀证仪式 有请何鸿新博士医疗拓展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 圈永明先生为我们攀发纪念品给今天研讨会的主持人 有请圈先生 首先请人八丈综合医院院长陈慧善医生上台接受 有请陈先生 多谢陈医生请就座 接着有请澳门科技大学健康科学大学院院长 霍文迅医生有请 多谢陈医生请就座 接着请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客座教授 胡锦生教授 有请胡教授 多谢陈医生请就座 胡教授请留步为我们颁发纪念品给今天的主讲嘉宾 首先请香港中文大学何鸿新防治传染病 学研究中心荣誉教授 姚荣慧教授上台接受 有请姚教授 多谢姚教授请就座 接着请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 外科学系心胸外科顾问医生 温旭培医生 有请温医生 多谢温医生请就座 接着请香港中文大学 外科学系肝胆儿外科组主任 赖宝山教授 有请赖教授 多谢姚教授请就座 接着请厦门大学医学院副院长黄延辉教授 有请黄教授 多谢黄教授 多谢黄教授请就座 接着请香港中文大学赛马会公共卫生 及基层医疗学院荣誉教授 何鸿生博士医疗拓展基金会 医疗卫生发展总监余德森教授 有请余教授 多谢余教授请就座 接着请台北医学大学医学系小移学科助理教授 及小移长卫科主任方毓斌教授 有请方教授 多谢两位请两位留步进行大合照 现在有请各位信托委员会 以及行政委员会成员 研讨会主持人及主港嘉宾 二部台上进行合照 有请各位 多谢 給現場觀眾提問 在2、3的語會嘉賓 也都可以把你的問題寫在纸上 再交回我們現場的工作人員 另外各位完成登記出席 兩天的研討會的 可以在今天研讨会的结束之后 去登记处那边拿出席证书 我们登记处那边还有澳门健康天地 里面都有多个互动的展览 包括了有传染病、肠胃健康、心血管健康、肥胖 以及是运动创伤专区 大家在小邮的时候都可以去到参观 2015年鸿生博士医疗拓展基金会 医学研讨会第三部分现在开始 首先请人伯爵综合医院院长陈慧善医生 以及澳门科技大学健康科学院院长 霍文逊医生为我们主持 有请两位 第一部分研讨会的主讲嘉宾分别有 姚泳慧教授、温旭培教授、賴寶山教授 以及是黄延辉教授 将时间交给两位主持人了 多谢 好,好多谢各位 今天再次来临这些医学研讨会 在我旁边是霍文逊医生 霍文逊医生 是澳门科技大学健康科学院长 我是陈慧善 是任百祖中学院院长 今天我们介绍第一位嘉宾 是姚泳慧教授 姚泳慧教授 会将我们讲解的题目就是治疗结核病 新策略的展望和局限 姚泳慧教授毕业于香港大学医学院 在1974年 当日他获得了李树芬临床最学金 和MOS临床最学金 他工作在郭良雄医院 凶废结核科有27年 他在2011年退休之后 他转到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 是做临床教授 就是何鸿新博士传染病防治中心教授 亦都是微生物部的荣誉教授 他的专注就是在治疗结核病 和非结核病方面的治疗方面 今天我们很希望听到姚教授的题目 有请姚教授 非常多谢陈院长的介绍 我再次多谢圈先生和基金会 各位嘉宾 各位专家 各位朋友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治疗结核病的新策略的展望和局限 在未开始之前 我也要做一些声明 除了我在大学的工作之外 我也是大重药业的顾问 因为他们是制造的其中一种新药 来医治肺结核病的 今天结核病仍然是一个主要的传染病 如果你看这个地图 你会发现深颜色的地区 就代表那些病发率高的国家 内多药的结核病 和广泛内药的结核病 现在仍然是肆虐于这个世界 在亚洲有两个国家是特别有一个重担的 就是印度和中国 所以很明显 治疗结核病的新策略 其中一个主要的方向 就是要缩短和简化 现在治疗药敏的结核病 希望能够减低 产生这个内多药结核病的风险 要缩短这个六个月的疗程 在目前有两种药 就是Rivamycin 尤其是高剂量的 和Furoquinolose是适合去考虑的 因为这两种药都有几好的杀菌 和消毒的能力 那当然我们不能够Fustler 是研发新药来对付这个情况 那在这个缩短疗程的治疗方案方面 而最重要考虑的因素 就是如何用一个适当的剂量 和吸语来达到期待的疗效 和保证的安全 看来好像很简单 但是这个大前提 其实现在都只是进行很积极的探讨 另外一个局限 就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 就是其中一个药物 Furoquinolone的内药的情况 是日益严重 尤其在很多亚洲国家 这里给个例子 就是在印度 那就是因为不适当地使用这一类的药物 来医治 结核病 和其他细菌的感染 尤其是呼吸道的细菌感染 另外一个新策略的方向 就是如何善用我们目前手头的工具 来医治内多药结核病 以及广泛内药的结核病 这个包括一 就是如何去恰当使用 一些后期的Furoquinolones 二就是如何去评估使用 一些再定目标的药物 又称为WHO的第五组药物 这个是我们药肝年前的一个研究 我们发现 一个后期的Furoquinolones Lifofloxacin 和一个早期的Furoquinolones Aphroxacin 我们就会发现 它两者之间的成功率 就算是医治一些比较困难的 内多药的病人 仍然有很大的分别 证明这些后期的Furoquinolones 它是有一个特殊的功效 在最近在孟加拉有一个研究 就是用一个高剂量的Gatifloxacin 是另外一种后期的Furoquinolones 就可以将这个治疗的时间 很成功地由20个月 缩短到9个月 而根治率也相当不错 有88%是非常高的 现在在世界各地 我们还有两个主要的研究 在进行中 是用高剂量的后期的Furoquinolones 一个就是用Moxifloxacin 一个就是用Lifofloxacin 但是我们需要多一些证据 去确定这些高剂量的Furoquinolones 安全度 希望在这两三年 我们会多一些资料 我们现在去看那些 再定目标的药物 这些就包括有Clofacin Beta-Lactams 和Lenisle 这三种是最主要 最值得注意的了 在这个整合分析里面 我们发现 如果不是用一个很高的剂量 Lenisle 就是不超过600mg一日 它的效果都已经相当不错 和那些高剂量的比较 应该是差不多的 但是可惜有一样东西值得注意的 就是无论你怎么样 那个副作用的率 就是相当高 超过一半的人有副作用 有些都是挺重要的 是挺严重的副作用 所以看来 这个Lenisle的药 是比较适合我们治疗一些 比较复杂的内多药结核病的病人 在这个很重要的南韩的研究 发现将Lenisle的剂量 每日减低到300mg 仍然有个不错的成功率 百分之七十八 但是有百分之二十七人 有这个神经的毒性 这个都相当严重 那么这个是暗示了 除了每日的剂量之外 可能那个疗程的长短 也是会影响它那个 所谓发生那个毒性的机会 那么基于这样 我们在香港就进行了 一个小的研究 就是在第三个月 就是所谓那个延续治疗的时候 我们就将它转做 一个星期给药三次 那么就希望能够平衡 这个药的疗效 和这个药的毒性 那么初步的结果是相当令人满意的 但是当然那个病人的数率目是很小 那么还要多一些进行一个研究 去确定这个观察 那么现在看另外一只的 re-purpose 就是在定目标的药物 在这个整合分析 它似乎暗示 这只crofasamine 暗示是用来医这个麻风的药物 似乎对这个内药的结核病 也有多少功效的 那么除了有一个设计得非常好的 所谓叫做动物研究 我不再详细讲这个内容 我们大家集中看一看另外一个人类的研究 这个是一个对列分析 一个cohort study 就是关于这些广泛内药的结核病的病人 那同时他们也有HIV的感染 那是一个最难治愈的组别的病人 但是如果将crofasamine 加到二线药里面 就似乎将它那个成功率提升 有成两倍多 那也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呢 我们又注意到另外一点的 这个是一个局限 也是令人有点忧虑的 就是这个crofasamine 就同一只新研发的药 叫做Bedaculine 我稍后会提一提的 这个是有一个所谓交叉的内药的情况出现的 那这个就是因为它一个基因的突变 而引致到那些药 不能停留在一个结核菌的身体里面 而这个现象呢 在临床上也会发生的 那所以这件事呢 我们是要注意了 那另外一个 这个是第三个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第五组的药物 叫做Merapinam clevelina 是一个很强力的抗生素来的 它的功效呢 是在于它能够抑制这个结核菌的细胞的合成 和它可以缺制一个破坏性的酵素是产生至这个结核菌的 那看来它是应该有一定的功效的 但是我们在香港做了这个统合分析里面 就只是发现Linislett肯定是有一个功效的 它可以将那个所谓叫做治愈的成功 这个治愈的成功率呢 提升大约50%左右 但其余刚才我们所讲的三个 那两个的第五组药物呢 Merapinam clevelina 就似乎不是有很大的功效了 当然在这个分析里面 我们是集中我们的注意力 是一些比较困难的耐多药的病人 那你这个不多不少 就会带来一个所谓选择的bias在里面 所以这个呢 就还要有代替多些 不过似乎一个主角就是Linislett 其余那些就算是 都是一个配角的角色来的 好了我们现在看看 现在在目前全世界的治愈 这个耐多药结核病的成功率 是挺失望的 只是百分之五十 无论你在欧洲 在亚洲都是一样 那这个加上那个病的传播 在社区 在国家里面的传播的时候呢 就会令到这个耐药的结核病 那个情况呢 可上加有了 那很明显另外一个新策略的方向 就是我们需要一些 好一些的治疗的方案 是比这些耐多药结核病 是短一些期的 安全一些的 就有效一些 和没有那么昂贵的 那我们有没有这些呢 除了我们要考虑那个药物 那个所谓叫做杀菌能力 和它那个所谓消毒能力 和它的药理上面那个所谓轮廓 就是比如它是口服 它那个所谓叫做半衰期是长的 它可以在身体上停留得下位 那些之外 有两个所谓参数疫是相当重要的 一个就是它的安全度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定格 因为如果你的定格太贵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耐多药结核病 试药的地方很多 我刚才都提过 也是India China 那些地方 再加一些东南亚的地方 是未必有这个购买力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重要的 实际的考虑 那在未来几年 似乎有三种新研发的药 可能是有一个所谓临床的应用的 这个就是Bedacolin 和Dalamanyl 和PA824 就是那些绿色盒里面 所包含这三种药物 在这个第二期的研究里面 我们发现把这个TMC-207 Bedacolin 加到二线药物的时候 就会缩短那个痰的培养 由阳性转做阴性 同时也都增加了那个 两个月的成功率的意思呢 就是那个百分比那些痰然的 所谓的转性由阳至阴的百分比 看来是都挺好的 但是呢 在这个第二期的一个研究里面 就发现那些用Bedacolin的病人 有五倍增加他的死亡率 虽然他的分析的时候 就说这些未必跟药物有关 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呢 我们是需要第三期的研究去 去确定他这个药物的安全度 因为你此后会是广泛的应用 你不是只是一个Phase 2里面 是几十 一百几十个病人来的应用 但是这个是很好的 因为现在都在世界各地都进行的 这个第三期的研究 同一道理另外一个Dalamet 也是一个新药 它也是有一个两个月的成功率 是非常高的 如果它和安慰剂比较的时候 它如果加进这个二线药里面 45.4比29.6 这个很明显是有分别的了 但是有百分之十的病人 纵使它们用比较低的剂量 它们仍然会有一个 所谓叫做心脏的电流的生理上的影响 即是QT 在那个心电图上面的 那我们现在看过 那些高剂量的Floquinolone 和新药似乎呢 对于这个心脏毒性 其实是有一个存在的 如果当它一起用的时候 那我们必须要将这个意状去了解多些 那我们必须要了解多些 除了这个药物的剂量 我们相信这个在宿主里面的异化病性 和它的化病基理 这些是有一个实识的异性 应该是有一堆围存的因子 即是我们的基因是控制的 那这些基因我们可以用一些 高鼠来做一个实验 但是似乎一个更好的平台就是巴馬鱼 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容易去处理的动物 那这个巴馬鱼呢 它的基因呢 虽然它的物种和人体相差很远 但是它的基因那个所谓的相似度 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是非常之奇怪的 那我们现在目前呢 和澳门大学也都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 那些所谓的资料也是相当有建设性 相当的巨古墓的 一个新的典范去研发新药 就不是逐个药去做的了 似乎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一个组合的方式 就是你会希望能够研发到一个新的方案 有两个三个四个的药 一个所谓叫做combination 那这个这样的方法呢 就可以缩短那个研发新药的时间 和可以抑制那个新药 产生这个内药的机会 但是它那个棒呢 就是我一会再提了 现在给一个例子 就是PA824 现在就用这个方法的 它已经通过了第二期的测试了 现在是进行第三期的测试了 那希望很快 有几年内 我们会知道PA824 和哪些药的合在一起 就可以制造一个比较强力和有效和安全的治疗方案 刚才所提到的局限就是 当你用研发这些新药 用一个组合的方式的时候 不多不少都会带入一个现象 就是大家可以互动的 可能是药物的抗拒 甚至是互动的药物的毒性 我们刚才也提过 这些东西是相当的关注的 好了 除了新药之外 另外一个新的策略 就似乎应该是用一些新的方法来给药物 那呼吸的给药物 或者吸入的给药物 就看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是一个适当的选择 这里有几类的药物 都是适合用这个方法的 那么基础就是 你会增加局部的药物的浓度 但是减低系统性的药物浓度 那我希望达到的目标就是你的疗效增加 但是副作用是减少的 但是我们要确保这些吸入的药物 要不对那个复核系统造成损害 另外一个复核就是我们知道 有时候结合病的复发就是在中间的淋巴腺 或者甚至乎在体外的器官 例如在肾纳 所以似乎如果用局部的吸入的疗法 配合口服的疗法就似乎是比较不逻辑 你单靠这个吸入疗法可能就未必是足够的 我们知道在人体的结合菌里面 有一个叫做移质的现象 意思是什么呢 移质的现象就是 有一些细菌是长期活跃的 但有一些细菌是间谍活跃 甚至乎是半幽绵状态的 这些后后这两种 就是这些和施这两个组绵的 我们就叫做持续存在的结合菌 这些持续存在的结合菌 就是有机会带来病的复发 除了用我们刚才提过的 新药是有消毒的作用之外 另外一个很合陆册的新策略 就是利用身体的免疫能力 所谓的免疫治疗 但是在结核病里面的免疫病理 其实是非常复杂 这张已经不是很复杂 因为这个不是很新的 因为这个是我2010做的 应该现在更复杂一点 不过这个都可以带出个讯息 就是它有很多发炎的细胞在参与 例如巨细细胞、淋巴的白血球 那些多态核的白血球 就是认识的认识 所以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 很统统来说 我们人类对这个结核品的免疫的反应 是两大色的 一个就是稿性的 一个就是发炎性的 在过去十多年 其实也有一些研究是做用细胞动体 或者用白血球的区别数 来治疗 做一种辅助治疗 当然是你要应免要给药的 这个结核病病 其实也有很多结核病 但是这些研究 全部都是比较小 它参与的病人数目是少 而且它的研究设计也不是完全很瑕疵 所以信息还未是十分明确的 另外一方面 也有一些其他免疫治疗的所谓疫苗 或者是药物 可以考虑的 譬如包括Marcovillacchi 就是一个分枝干品的疫苗 至于其他那些很多是草药 维他物D 我们知道是一个医生素 这些都有一些所谓的资料去支持它 可能有一些用去增强我们的保免疫力 但是可以这么说 这些资料是相当有限的 所以还要积聚多一些信息 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就是 因为这个免疫病理 就是关于跌核病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其实是一个非常複雅的情况 就好像一个交往乐团里面 有很多参与者 大家在做一些互动的工作 如果我们只是集中去处理一两个环节 而不是调整整个功效的时候 我相信成功的机会是有 但是可能是有限的 但是无论如何 我自己是对这个新策略的发展 是有相当乐观的态度的 我希望在将来的十年或者二十年 我们会见到一个更新的局面 多谢大家